大灰狼吃骨 有个人背着一面大骨经过一片树林 走着走着,他忽然想起什么事情来 就把大骨挂在一棵大树上转身走了 大骨挂在那里,正好碰到一根树枝 风一吹,树枝打在大骨上 发出了咚咚咚咚的声音 一只大灰狼正在树林里玩 他听见了这个声音,感到很奇怪 就跑过来看 咦,这是什么怪物 身体这么大,还会咚咚咚咚的叫呢 大灰狼围着大骨,仔细地看了一圈 他,还是搞不懂是什么东西 他不敢靠近大骨 而大骨呢,仍然被树枝碰得咚咚咚咚咚响 大灰狼,大灰狼站在那里观察了好一会儿 以为是什么动物,就想吃掉它 它的肚子那么大,肉一定很多 我要把它抓下来吃掉 于是,大灰狼一下子扑了上去 把大骨拉了下来 大灰狼,大灰狼上去啃了几口 啃不动 它停下来,决定想个办法把大骨抛开 大灰狼转身走了几步 找了一块尖尖的石头 对着大骨砸了起来 一下,两下,三下 大灰狼不停地砸呀砸呀 终于把大骨砸破了 啊哈,我总算可以吃到你的肉了 大灰狼高兴地把大骨撕开 往里一看,它更加吃惊了 咦,里面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 这时,树上的一只麻雀看到了 叽叽喳喳地叫起来 大灰狼,大灰狼,你在干什么呀 这是什么动物呀 肚子这么大,却是空的 一点肉都没有啊 嘿嘿嘿,这哪是什么动物呀 是一面大骨,敲起来咚咚咚咚咚的响 听了麻雀的话,大灰狼这才明白 它扔掉破骨,很扫兴地走了